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直播的方式 因为平时我早上七八点钟就可以开始看新闻 九点钟收集完了之后制作单位的话就可以了说 十点钟可以现场直播了 不用等到中午了 所以我觉得谢谢浩世平还有各位网友的支持 我想的话这个还是一样跟往常一样 报告一些新冠病毒最新的进展 加州单日确诊人数增加到每天增加到一万一千人 这是创了新高 现在目前加州的话一共有三十四万人确诊的 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七千两百二十七人次 当然这个Oklahoma州的州长Kevin Stitch 他已经宣布他自己也确诊了 现在Oklahoma我们也知道 上个月川普总统特别到那边去召开了 这个选举的大会当时州长也在参加了 当然Kevin Stitch他说他确诊了他现在在确诊 所以可能跟当时这个选举大会的话应该是没有多大关系 不过Oklahoma现在新增的病例在过去一个星期已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了 全美国现在很多州已经要求强制的推动这个口罩令 这个因为过去在过去一个星期 美国四十一个州这个情况比过去两个星期的话更加严重 不过来说很多州书院是已经变成像加州一样 Mandator一定在外面的话要戴口罩 但是的话很多州还是不允许的 尤其是在还没有这方面强制性的还是建议性的 在Georgia这个保守的州 州长是这个共和党 在Alanta最大的一个城市里面的话 Alanta市长已经确诊 但是Alanta市政府他宣布每个人都要戴口罩是强制性的 但是州长今天也宣布 这个地方政府不能够强制这个推动口罩令 所以州长在Georgia还是坚持这个民众可以选择戴口罩 但是的话地方政府不能强迫民众戴口罩 这个是乔吉尔州的 当然这两天争议最大的话就是白宫开始对Dr. Fauci开始攻击 这个Peter D'Avara已经是多次在媒体上面说 这个Dr. Fauci讲的东西都不准 你看看的话 并且白宫他也公布了列出来 Dr. Fauci所讲的东西 哪些东西都是误导民众这些东西 没想到Dr. Fauci的话不会像平时的人说了算了 让别人去说吧 他也反击他在媒体上面 昨天也发出一波的反击 包括批评 这个Peter Norrell 还有很多这些人就说 你要专心去防疫 不要再胡闹 以后因为他毕竟是现在可信度 67%的民众是相信Dr. Fauci 只有26%的人是相信 川普总统他所防疫的方面的措施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出 白宫已经停止对Dr. Fauci的攻击了 当然在华业社区里面的话 在最近一个星期还有一个月里面 很多台湾的侨胞纷纷要回台湾去了 因为在很多居住南加州的 来自台湾的侨民 他们有双重国籍 有的时候是美国护照 有的时候是拥有台湾的护照 但是有一些的话 其实在父母是台湾有台湾的护照 但是子女还来不及去申请 所以经文处就是他们在过去一个月 从以前每个月60通电话 现在的话每天基本上的话 这个有400通电话 因为民众纷纷想办法拿到这个 重新回台湾以后 因为虽然台湾你现在飞机 还是一样并没有断航 没有这个旅行禁令 很多台湾的民众 虽然回到台湾要隔离14天 但是台湾这方面防疫工作 还是做得不错 很多民众还是放心了回台湾生活的 当然昨天又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我自己看了我的推特 我发现我的推特里面 并没有被改以后 因为我还不够出名 但是昨天很多名人 包括Bill Gates 包括Obama 还有这个Joe Biden 这些名人的账户 推文的话 他全都被hack进去了 并且上面写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有特殊的promotion 你只要捐了1000块钱 我在半个小时之内 我double去给你另外还你2000块钱的Bitcoin 这个比特币 以后有一个link在里面去 所以居然很多民众相信了 以后真的是有几百人 就是click这个link要捐钱的 其实他这种的话 其实一看就知道 它是属于骗案 没想到很多人 还是因为这个骗局了上当了 这个推特 他马上关闭了这些名人的推文 推特账户被骗客打进去了 所以这个也是引起我们很多民众担心自己的社交网站的安全问题 在另外一个新闻也是我们想今天所提到重点的话 就是纽约时报在今天这个特别提到 现在川普政府已经正在考虑禁止有中国共产党身份的民众 或者是他的亲属来美国访问 所以这个消息的话 他说美国现在这个国务院 国务卿办公室还有国土安全局 还有这方面情报机构 他们现在正在朝以一个方案 被模仿在2017年 川普总统针对穆斯林旅游禁令 这种方法来禁止有具备 曾经或者是现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的人士 来美国访问探亲这种就是B1的签证 当然这个家属也会受影响 所以现在目前他们在提案里面的话 可能会对将来已经发出签证的人 会全部取消他们签证 同时在现在带有美国的这些人士的话 如果他是共产党员的身份 他有可能的话 雕销他们签证 驱逐他们出境 这个消息可信度的话还是有的 因为毕竟在2017年 川普总统开始推动了这个穆斯林国家的这方面的禁令 最后这个案子的话打到最高法院里面去 最高法院的退回来了 他说总统是有这个权力在履行 谁允许进来 谁不允许进来 但是的话在推动的部分的话 不能够因为这个宗教的色彩 因为他是穆斯林 但是的话他允许的话 因为很多东西有相害到美国利益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采取行动 所以将来的履行禁令 对中国的共产党党员身份的这些民众的话 他是在法律上 他是有这个依据的 他说就是相害到美国的利益 所以并不是因为种族色彩 宗教这个利益而区别对待 所以这种情形里面的话 如果一旦发生 有可能会影响到很多这种 现在已经持有签证 并且的话 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中美关系 就像纽约时报所说的 现在是这个自由落体一样 以后变得到了 可以说中美 从这个中美上海公报之后的话 尼克松恢复中国这个友好往来之后 40多年来 到谷底的地方去了 如果是这个禁令开始推动 每一年在2018年 来美国的观光的民众的话 大概有三百万人 当然有一部分的民众的话 他们小孩子在美国 以后他自己的话 因为我们在旅游签证的时候 他都会问你 你是不是 成否是共产党员 是不是共产党员 所以以前是 以后他有可能的话 就是说你的职位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般的话 职位不是在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只是一个普通党员 他也往往也会给你个旅游签证 因为你的小孩子在美国念书 这种情形呢 常常的话 有一部分的 旅游签证的持有者 他们是有共产党的身份 并且是向国务院 在美国的申请签证所提供出来 如果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公布之后 这个总统有可能会 这方面的总统行政命令 有可能是会有效的 就会影响到很多 将来持有旅游签证的人士 可能签证作废 现有在美国居住的这些民众 有可能也可能的签证会作废 所以现在这个是纽约时报所报道的 他估计会有将来这几个星期之内 会做出一个宣布 当然现在华尔街日报的话 他也说在香港问题上面 还有其他问题上面的话 川普总统还不是忍心 要真正跟中国翻脸的 所以这部分 因为现在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之中 中国答应购买美国大批的粮食 如果是中国因为在这些议题上面的话 跟美国翻脸 或者是美国采取一些措施 惹怒了中国 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可能单方的取消购买订单 这种行动 这种情况的话 就会影响到川普的基本选民 因为他的很多支持者 都是在农业州里面生活工作的 所以一单只购买农产品这种减少的话 那就会影响到川普的选情了 所以我们看看将来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会不会有采取这方面的行动 当然另外一个新闻的话 也是引起法律界关心的 就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Ruth Ginsburg入院了 其实这位87岁的大法官是1993年被克林顿总统任命 出任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她是一个女性在Arizona州做了很多年的律师检察官 后来做了法官 她是属于自由派的 自由派里面的话 她基本上很多议题上面 她是赞同限制枪的权利 赞同妇女拥有堕胎的权利 在过去几个月的判例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 她是基本上是坚持是保守 是针对保守派里面和最坚强的自由派 所以在现在法院里面 现在有五票是保守的 四票是自由派的 这种情形她坚持 因为她一旦只退休 这种情形的话 川普总统就有可能任命第三位法官 这种情况之下有可能 现在我们也知道John Roberts 这个大法官John Roberts的话 变成一个摇摆的 有的时候支持保守 有时候支持自由的 如果是川普总统有机会 再任命另外一个大法官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六票就可能是变成保守派的 所以Ruth Ginsburg的话 她坚持不肯退 因为联邦大法官的职位是终身制的 她可以做到死为止 所以她现在在2018年 她年纪已经非常大 摔了一跤 有个三个裂骨被断掉了 她还是坚持停证 到2019年她有Cancer 以后她动了手术 还是一样坚持 在五月份的时候有停证的时候 她又缺席一次 大家担心她是不是坚持不了了 但是她第二天还是坚持参加电话会议 以后在医院的病床里面去坚持 所以她现在进了住医院 也出院了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十月份才服务 所以那时候她会不会再度出现呢 她的病情怎么样 也是令法律界还有政界的关心的 在今天联邦的第二名死刑犯 今天执行了 在过去一个最高法院的判例 在过去一期她有对最高法院执行死刑 有死刑 以后但是的话他们采取的是三针法 第一针止痛的 第二针四肢知觉的 第三个的话是停止身上跳动的 她认为这种的话就是在这个三针的过程之中 大概有两分钟的时间是不人道的 所以后来联邦政府的改动一针法 一针的话直接让身上跳动 这种做法里边的话一直达到了最高法院 最后的话最高法院在两个星期以前 做出决定这种做法的话是人道的 可以执行 所以在上个礼拜司法部已经是处决了 在一名在Washington里边杀人的 这个叫做Daniel Lewis 在今天在这个Kansas里边的话 取死的是一个Kansas的人 他叫Wesley Perky Wesley Perky被指控在2013年的时候 他杀死了一名16岁的女孩子 后来逃到另外一个州里面去 将另外一个80岁的老妇女也杀死了 以后并且的话他杀人手段非常残忍 在杀死了之后还有解尸体 以后的话在后来破案之后的话 他就是被判处死刑 但是在过去他上诉的理由就是说 他有精神病 其实在精神病的这个理由在 在审过程之中 这个陪审团已经裁定的话 他并不成立 后来在死刑 要执行死刑阶段里面 这个因为第八搜证案 保证的话就是说不能够对 这个不能够惩罚 不能够不人道 他说他的律师说 他有这个Dementia 就实意证 他记不清楚 不知道做错什么事情 以后不能够处使他 以这个理由里面 处使一个有精神病的人 或者是已经是 这些人的话是不人道的 以这个理由的话 到了最高法院里面去 但是的话双方请了专家 因为辩护律师请了专家说 他有这个实质证 不知道自己犯了罪 以后有另外一个检察官 提供的专家的话 认为他这种实质证的话 他并不是能够逃罪的理由 他不相信他有实质证 以这个理由里面的话 这个最后法院 就是要允许这个司法部 执行处决这个Vesley 当然这是第二起这个 今年以后在川普总统 任职期内的话 执行的实行案件 还有另外一名很有可能 也会在这个 打了上所有法院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允许三名的取决 以后第二名已经取决了 第三名有可能在近期之内执行的 另外一个是 这是法院社区所关心的另外一个案件 叫做廖悦臣案件 廖悦臣案件 其实在法院社区大家也知道 FBI也在法院社区多次的话 发布的消息新闻 就是说如果是大家认识这个28岁的 这个廖 这个有什么消息 可以跟FBI来联络 其实这位28岁的廖悦臣 他是中国来的留学生 后来的话留在美国做生意 他在Cosa Mesa Orange County 一个车行跟合伙人的话 这个买卖高档的汽车 他的对象也是留学生为主 当然他做留学生 他有一天的话突然间他失踪了 后来有两名人士的话 跟他家人联络 他说你的小孩子在我手上 你的儿子的话 你要给200万的美金 我才能够放人 后来的话 这个案子就变成 后来国内的家属报案的 FBI的话 因为是属于夸国夸州的 要国内里面付钱 所以他们立案 早来早去找不到廖悦臣 后来的话就发现的话 在两年前的话 就是发现他的尸体是在加州北部的一个沙漠地区发现的 后来在去年的时候的话 他们公布这个廖悦臣是被绑架死票死掉的 当然这个部分也引起很多留学生的担心 也有一些留学生担心的话 因为很多留学生家长不在这边 他们可能的话就变成绑架的对象 要求国内的父母付钱 所以留学生的话 这种悬负的东西的话 很多人也是批评 当然这个案件后来FBI公布了 今天的话也逮捕了 起诉了两名帮凶 他们指控的话 他们施工有四个人起案 两个人已经逃回中国 现在已经被逮捕了 他是主谋的 要求绑架 以后另外两名那边的话 这个是一个是住在South Pasadena 另外住在Azusa 这两名的话都是拉丁裔 他们是拿了1000块钱 所以这部分的话 他们两个在联邦法院被指控绑架罪 这个绑架罪后来的话 虽然他不是他杀的 但是他也是参与变成帮凶 在联邦法里面的话 这个可以面临10年到20年的劳刑 这个是绑架罪 当然现在目前的话 这个两名真正的主导要钱的 这个两名凶手的话 已经在中国被逮捕了 中国跟美国没有这方面的引渡条约 所以没办法引渡来美国 但是的话他们往往的话 中国的法律是比美国严多了 所以这种情形里边 在以往的合作方式的话 就是说这个中国已经抓到了 美国要的人 所以没办法引渡回美国 但是的话 中国刑罚是对中国公民海外犯罚 有一个司法管和权 所以的话在过去 在10年以前 有一位Arizona的中餐馆的老板 被员工这个杀害 以后逃回到云南去 所以当时的话 在中国发出了一个通缉令 很快的话就抓到了 抓到了时候 然后怎么样将他引渡回Arizona的话 有出现很大的问题 后来这个中国上面的检察官说 你可以将资料递交给我们 以后我们再直接在云南起诉 后来的话 在美国如果要将这个案子 就算引渡回成功回来 还要进行庭审 两年之后 以后又要判处死刑 还要不断的上诉 在加州的话上诉要15年 在德州的话要10年 所以上诉也从执行这方面的话 大概要10几20年 但是的话后来中国的检察官说 我们这边比较快 你就将资料传递给我们 中国吧 后来的话 这些资料 这些证据 刀还有证词的全部传到那边去 以后在一个月之内 从庭审枪毙 以后一下子的执行了 所以这两个这种模式 还是过去中美关系 虽然没有引渡合同合约 但是的话在刑事合作方面的话 还是有的 但是中美关系现在这种恶化情况之下 会不会用这个模式惩罚 在中国已经抓到这两名凶凶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当然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他两名刚凶已经在美国跑不了了 就会面临美国法律的惩罚 另外一个案子的话 也是法律界很震惊的案件 就是在2013年有一名8岁的小孩子 在拉丁伊的叫Gabriel Fernandez Gabriel Fernandez的话 他是8岁 他跟着妈妈 他生父的话在坐牢去了 他妈妈的话就有打小孩子 后来的话被这个医院报告了 所以后来儿童福利局的人 就将小孩子的话 让这个父母监视 就是让他妈妈带 但是的话你必须要上课做这些事情 当然他探访的时候 他发现不单止这个小孩子 他有新的男朋友 新的男朋友的话 也不断的打小孩子 然后这个当然 因为如果是发现小孩子没有得到保护 儿童福利局的社工 应该是将小孩子尽快带走 没想到里面的话 小孩子被打了一次没有带走 第二次也没有带走 并且第三次的时候的话 是妈妈跟新的男朋友 不断的虐待这个八岁的小孩子 后来送到医院去的话 死掉了 当然这个动手打的这个男朋友 以后被定罪 无期徒 死刑 以后妈妈 以后的话 就没有保护小孩子 并且的话 协助他的男朋友 打死制的小孩子 被判无期徒刑 这个案子震惊罗汉基 案子震惊罗汉基 这个职责的话 之所以致死 他就说社工已经知道 小孩子被虐待 没有采取措施 第二次的时候也是知道 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这社工偷懒 以后 并且的话 在第二次报告的时候 他们为了发生事情了之后 他们想办法说 我不知道以前的 这个两次发生的事情 在报告上面 主管也是改了报告 说我们不知道 所以的话 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以这个理由里面 两名社工 还有两名主管 被指控了 这个虐待小孩子 所以他当时 这个案子震惊了 就是说 你政府部门社工 没有做好工作 反而去坐牢 一个的话被判了四年 一个被判了六年 这个震惊 所以他当然 这个也震惊了很多 这个法律界的人士 他说 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 就向他警察 就收到报案电话 没有阻止这个事情发生 那警察是不是被告呢 警察局是不是要接受责任呢 以后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引起很大的法律争议 对这个支持 要惩罚社工的话就是 他的理论的话就是说 你社工是政府 有这个责任 来代表政府监管 保护小孩子的安全 你已经知道妈妈的话 第一 虐待小孩子 第二个带了一个男朋友 以后虐待小孩子 以后已经有受伤了 你并没有去阻止 所以的话 这社工有没有尽的责任 而这个判例是几名 这个四名社工被判处死刑 而被判处有罪的时候 政经政府 苏安基 马上开始重新改革 对所有的社工 以后每一个儿童被虐待的案子 都是要严格去检查 严格去监管 一旦只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马上要汇报 马上要向法庭申请 要将小孩子带走 这变得更加严了 这个案子 后来他的上诉律师的话 他就说 这个案子被定罪以后 这几个社工请了上诉 他说 我们有疏忽 但是我们没有虐待小孩子 但是高等法院所说的 因为我漠视生命 以后没有尽到责任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我承认 但是那是疏忽责任 但是小孩子致死 是我们没有做错 我们可能疏忽 有民事责任 但是并没有刑事责任 所以第二存回法院 这个存回法院里面的话 在加州的第二上诉法院 在今天裁决 他说 这个他们有疏忽的责任 但是并没有构成刑事责任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就是 这个几个社工 这个罪名的话 可能不成立的 但是的话 政府对这个民事责任的话 还是有的 所以为什么在美国 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这种 这个华裔家长 管教小孩子不当 或者是这种情形之下 社工一定会过来 检查里面的话非常严格 因为他们不想坐牢 所以这个上诉法院判决下来 他们不用坐牢的 但是的话 他们这个政府机构 可能会有这个民事责任 所以他们的话 检查也是非常严格的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邓宏说新闻 我们明天早上10点钟 再见 请不吝点赞